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只要不损失到他们的农业 他们什么都好谈 结果也是让他们顺利的谈成了TWA这样的一个签订 那个FTA的这样的一个签订 那不然我们这个部分 我们有办法向日本学习这样的一个精神 我们有没有办法做到 我们当然也会尽我们的力量来维护 保护我们的农业部门 来做一些必要的这个调试 日本方面事实上也在做一些谈性的处理 那我们也会继续来观察日本方面怎么样来进行 那我们在未来在推动的时候 也会把这个列为我们重要的参考 你看韩国 韩国要跟他们签FTA的时候 他们也是他们得到这样 他们的国人出来抗争 他们也得到同样 他们也有得到开放美牛进来 到韩国去 他们也得到了签FTA的这样的一个交换的这样一个条件 那我们呢 我们让美牛进来 我们只是互谈而已 我刚才也跟委员报告 其实复谈之后 事实上是我们跟美国之间的一个重要的经贸平台 大家能够利用这个平台 能够来讨论所有跟经贸相关的议题 那对于我们长远的经贸利益应该是符合的 那这个实际的这个谈判 当然是由经济部在主导 由这个这个贸易谈判代表办公室来进行 那我们认为说这个应该是一个正面的发展 好部长 那我也希望说 我们也不要锁死外交 我也希望说跨出去 那您说一个正面的发展 那我也可以接受 那我最主要的是 我们在谈判当中开放与保护之间 那新英国家都有他们长期策略的这个部分 他们懂得透过开放与保护来提升这个竞争力 那我们表我们也是为了要降低这样的一个冲击 所以我们借有这样的一个谈判 来创造最适当的开放 以保护的这样的一个节奏 那我们台湾呢 最主要的议题是在我们台湾呢 我们现在已经开放与保护进来了 那我们副谈 我们TWA副谈 那接下来呢 接下来我跟委员报告 其实我们在行政院市长 他有一个策略小组 院长在负责 那在之下就是工作小组 由经济部张部长是负责我们整个工作小组的进行 我们跟相关的部会 特别是像农委会 这个还有像金建会 还有像卫生署 其实都有在做进一步的联系 我想这是一个整体的努力了 所以外交的部门 我们只是扮演我们一部分的角色 可是整个整个产业的调试 整个产业的这个将来的 这个规划或者怎么样的来做一些转型 这个部分事实上都有在 这个经济部所负责的工作小组方面 来做一个进一步的协商 这个我想我们一定会 不然您刚讲的很好 整体的努力 我不晓得我们 我们现在要踏入踏出那个TPP这样的一个谈判 我不晓得我们整个整体的努力 我们有整个整合好了吗 有 我们事实上在经济部的部分 事实上跟我们国内各相关的部会 事实上一直在做这样的 一个调试跟整合的一个工作 那如果说我们加入TPP的话 那我们在这个部分的话 我们对农业会冲击有多大 会损失多少 这个部分我是不是可以 请经济部的卓市长来跟 卓市长来 谢谢 郑委员你好 那刚我在讲啊 如果说我们加入那个TPP的话 那我们对整个我们台湾的农业冲击会有多大 我想我们整体来看 我们加入TPP是利大于币 但是币的部分主要是集中在农业这一部分 那么对我们农业 你所谓的利大于币是在哪一个部分 我们工业部分是最大的收益的 那么比如说我跟委员报告 纺织业的产值会增加44.59亿美元 化学橡胶塑胶会产值增加20.23亿美元 另外服务业总产值会增加115.62亿美元 那么这是这次看出来 这是整体对我们的GDP也会增加了1.46% 我们社会福利会增加大概36亿美元 所以这都是利的部分 但是币的部分的话就是我们农业部门 可能会有一部分会受到 这个产业会会减少 那么大概是24.42亿美元 市长 那我们光猪肉的话 台湾猪肉的话 我们整个占我们台湾的那个总产值是700多亿 700多亿是多少美元 几亿美元 大概是20多亿美元 就冲击到20多亿美元 就是刚好就冲击到猪肉这个部分 不是不是不是 这个农业部门那个是哪些 刚好你怎么犯算的这么恰当 这么刚好呢 我们总产值 租的就是总产值 我们台湾就是700多亿啊 你犯算刚好就是二十几亿的美元 是不是整个是冲击到租的这个区块 我想委员大概可能有点误会 我们猪肉现在是可以进口的 只是说含有瘦肉金的猪肉是不可以进口的 所以我们现在租我们租的这个产业是其实蛮健全的 没有问题 那我们因为我们在这个我们是愿意说有提化的互谈 那我们说美牛啊这个部分我们让他进来 那那那您在这个部分的话 经济部着重于是那个工业的部分 那个工业的这个区块 那对农民的这个照顾 我希望说您在对农民的这个捍卫 我也希望您极力的来保护他可以吗 是我们会的 因为我刚刚听您在讲说那个我们不常在讲的利大于币 利大于币 我不晓得我们的利是在哪一个部分 啊 我我觉得是币大于利 那你觉得说利大于币 是 我刚报个一定圈的数字那确实是利大于币 利大于币 是 那我们可以增加什么的产业 我们可以增加什么的那个利出来呢 可以创造什么的利出来呢 我刚刚也跟委员报告了 我们工业部分的话 大概会增加到七七十多亿美元的那个增加产值 服务业会增加一百一十五点六二亿美元的产值 这都是远远大于那个我们的币 那你们整个横向都沟通都还没有沟通出来 那你怎么可以这么断定这么堵断说 您就利大于币 有多少的产值出来 可以降低多少的那个失业利 那你就可以这样 您的横向沟通没有好 你就有办法来笃定这样 到底是你们有沟通好还是没有沟通好 我们都有在沟通 是 只有在沟通而已 没有我们 就有可以创造这么多的数字出来 我这数字是经过那个中华经济研究院他们精算过的 我希望说那部长在跟次长 我们在要谈TPP之前 我希望说对我们农民 尤其是猪肉这个区块 你们应该对农民的捍卫 我也希望说这个部分的话 你们要举力的去保住好 保持好 好不好 是